作曲 許多嫂 王敬 swore 思误 作词文章 李宗盛 作词文章 《伍朗室》 ancestor 《伍朗号》 作词文章 式须护 怎么回瞬间 深归到你青涩的脸 似水柔情的画面 怎么不思念 雨的暗下浮动从前 凝固点 却倒不醒着你一遍 看过许许多多 纷纷和和爱恨的画面 多少杯凉倒进 还不如初见 若知如初见 好像一切就在昨天 那么爱我的你 紧在眼前 说不出的强烈 若知如初见 值得愿你能在我身边 让距离从此不再这么疏远 若知如初见 值得愿我能处你心结 让你我把这文化从此通缺 这次僧将在外面 避免book 玉米 莫达得装的是什么呀 是蜘蛛 你们干嘛打猪啊 你哪那么多费 去去去去 你们不怕他随持过死啊 阿福 老大 就这臭小子 看 甩开 你们下手会真狠 没事吧 这小子 你都看到什么了 把他带回去 等老大回来放路 来 起来起来 起来 起来 真沉嘴 这 时空师傅 我不拿你当外人 这碧老爷养了云又十几年 就是希望云友有朝一日呢 能卖个好价钱 可董其昌却跟毕夫退了亲 城里大户人家 哪个还敢要云友啊 毕老爷后来就傻眼了 就把他卖给了 崔云楼的亲妈 云友这孩子在前脚还高兴呢 转眼就成了这样 每天晚上啊 老宝子来毕夫要人 云友万不得已 逃出了毕夫 就和我躲到这破地方 可你说这做受罪啊这 得 不说了 喝酒 没事啊 我没 好 我 presenters 来 来 来 这里啊 这儿 闺女 就这儿啊 别回来了 就这儿 来 小心点啊 小心点 你 你看看我闺女在吗 你闺女叫什么来着 慢点 杨云友 好 请问 你找谁啊 是云友姑娘吧 你是谁 哦 贫僧 法号是空 西湖边上开的那家真迹古玩店 一直购满您的画家 真是贫僧所为 啊 杨老伯喝多了 我送他回来 他一直嚷嚷着让我找你 所以呢 我就到后面来看一看 哦 既然姑娘回来了呢 贫僧就 先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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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来 当然是我家少爷 你们放我卢尾巴 若不放我 有你们好看 还有旁人看见没有 老大 应该没有了 打倒之后 用麻袋抓回来 老大 怎么处理啊 关着 放了麻烦就大了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好 走吧 有种你们放了 姨爷爷 让 去你 儿儿啊 少喝一点 没事 最后一杯啊 儿儿 苗霞 来扶上爷我回屋睡觉 嗯 苗霞 去吧 哎呀 小心点啊 哎 哎 嘿嘿嘿 嘿嘿嘿 这个胡 daar 父子 总是没正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我把你画了一半的画面上 我发现你的幽默笔法 更我是如出一辙 简直就像一个女孩一样 和我想画的感觉差不多 唯有这里 我画的话会多少留点白 因为我觉得那样 山景会更朦胧一些 我说董大画家 你从来下笔就没这么犹豫过 今天是怎么了 吉如啊 我的画山水数十 主张施法古人 我一直认为 古人已将对自然描绘的笔法 发挥得淋漓尽致 只要从古人的佳作中 找到表现的方法 学以致用融会贯通 加上追求完美的意境 那就是极品了 昨天我在翁家山上 与杨云有聊话 她朴实的话力 言辞虽简 但意味深长啊 她的感悟力之强 让我很吃惊 我可是第一次听你 如此地赞美一个人的话作 而且是一个女子的话 实属不易啊 难不成你想和她 我只是很客观地评价 对啊 云有对话的悟性 远非我能估量的 实属难得 实属难得 哦 既然你这么说 我对这个杨云有 倒是有点兴趣了 既然你不娶她 那我娶她得了 你又在胡闹啊 我是认真的 是吧 你要知道 人这一辈子 能遇到杨云有 这样一个好姑娘 有多难啊 这比登天都难啊 哎 你既然不敢要 我沉寂如无所谓啊 我敢要 哎 你 你 你那个林天宿呢 林天宿那个疯丫头 那我就一病也受了 哼 吃着饭米的 像着锅里的 你这个见义四千的家伙 谁说我见义四千了 我只是不想拥有 这么一个财貌家具的女子 落在他人的怀里 再说了 你不要 我把它收了 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至于林天宿 他们情仲姐妹 能够一辈子生活在 同一个屋檐之下 动不着也饿不着 对他们来说 不也是一件美事吗 这种好事 你不成全 反倒骂我 你是何道理 你这叫什么 贪得无厌 杨明友会答应你 才怪呢 这万一被我感动了 答应了呢 答应了 就差也瞎了 董启昌 我陈济如也是堂堂七尺男儿 不逼董启昌你矮半截 这叫才子配家人 有什么不同吗 董太太子 怎么了 怕了吧 怕 我怕谁啊 我怕谁啊 那你跟杨明友是怎么说的 难道你还要一直犹豫下去吗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吧 我从来没有想清楚过 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 我不知道 说不定我和杨明友真的有缘无分 昨天上山 你有没有问他 假花跟他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他为了方便画画 亲近山水 和他爹住在破庙里 后来 我在画案上并没有发现 临摹我的画 我又不想伤害他 我又不想伤害他 你 我便用一个廿词 我认识 我跟他说 你打帮草里 我不想伤害他 我重新的工具 他做了 虐度 不想伤害他 就吵了 我 你 基地 我 不要 你 你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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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人 一起吃咸鸭蛋 其中一个问另外一个 哎 老兄 平时吃的蛋都很淡 为什么这个咸鸭蛋这么咸呢 你猜那个人怎么回答 那个人说啊 你算是问对人了 这个咸鸭蛋呢 他之所以咸 是因为 他是一个烟鸭子下的 不好笑啊 还行 好 我另外给你讲一个 来 我来跟你说一个听听 从前哪 有个穷人 蜀天没有蚊帐 他用令熙花钱买蚊香 觉得太浪费了 于是呢 他就忍耐蜀恶 盖背了蚊子 这蚊子 咬他一脸的包了 第二天都受不了了 就和邻居啊 借了一个鬼脸戴在脸上 这蚊子咬不到他的脸了 蚊子就说道 喂 你不过令熙一文钱罢了 奈何却变脸喽 好笑吧 变脸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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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云楼 然后再把他救出来 老大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不懂啊 你怎么会知道 你要是懂了 不就成了我老大了吗 好 我这就去 有多远过多远 竟然敢偏我 滚 大爷 大爷 你可爱啊 快点 妈妈 有个叫黄天剑的 来找您说事 说什么事啊 他说他知道 杨云有的下落 混账东西 你不早说 快 快 走 快 你们干什么 约友快跑啊 你们放开我 带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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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慢慢喝啊 慢慢喝啊 走了 慢点啊 您没事吧 大爷 没事 慢点啊 东西正 你不是个人 你怎么骂人你 他就不是个东西 东西正 你还我女儿 还你女儿 云有 他走了 他不是好好的吗 什么 好好的 又是因为 对了亲 那才 跑 跑了 女友跑了 我 我会把他给抓回来 把他抓回来 让他去当 妓女 女 女友跑了 让他去当妓女 妓女 我还能去当下人的 妓女 你好多 说啊 妓女 你是你们你 啊 我要救我 你病人 唉 刚刚刚在我 怎么办 我要想办法出去 表面上先答应他们 再寻找机会 您有妹妹 这是好相貌啊 甜得可人 素得清丽 美得精致 活脱脱啊 仙女一般 让宝珠好生羡慕啊 妹妹要是能上了道啊 那一定会红头江南 姐姐 你说我要是因了这事 真的会红头江南吗 那当然了 凭妹妹的相貌 不红得发紫才怪呢 妹妹啊 你这么快就想通了 请妈妈还想我做睡客呢 我以为你又要哭又要闹 闹腾好几天 没想到啊 姐姐 那些来翠云楼的姑娘 是不是闹腾了几天之后 就从了呢 谁敢不从啊 那种打法 又有谁能熬得过呢 翠云楼这种地方 没有不从的 还是你云友妹妹食食物 妹妹你又聪明又漂亮 赶紧把衣服换上吧 好 来 去吧 你 我 我 我 你要 你 你是 自己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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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乖乖的听我秦妈妈的话 那么你呢 你想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真的吗 秦妈妈 这可是你说的 可不要反悔啊 云友姑娘 我秦妈妈绝不食言 只要你接我安排给你的客人 不离开翠云楼 其他的 你说吧 你想要什么 你的 等你 怎么了 我的爱她 爱她 啊 啊 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 琴妈妈 这可是你说的 我喜欢什么就给什么 可不能怪我啊 我现在喜欢的 就只是你的耳朵 小贱人 你 你没废我的耳朵 废我的耳朵呀你 妈妈 快走 小贱人 走 走 快走 快走 小贱人 我赔同名 我赔同名不出容 小贱人 打死你 这小贱人 这小贱人 这鸭子嘴还挺硬 打了这么半天也不求饶 你可别把他打死了啊 不能 不能 好好的 这不没死吗 这这鸭子还真够硬气呢 琴妈妈饶命 琴妈妈饶命啊 你们这两个天生的蠢货 谁让你们把杨云友 打成这个样子的 你们不想混了是不是 是不是 琴妈妈饶命 琴妈妈饶命啊 饶 饶 饶你们个头 要杨云有多人都排着队 现在他接不了课 你们告诉我怎么办 怎么办 琴妈妈呀 当时我们看见那小贱人撒泼 又咬了您耳朵 实在是琴人 我们 我们也是按照 最运动的规矩办的呀 本想将他打得服气 没想到这小贱人嘴这么硬 怎么打也不服软啊 对对对 那贱人实在可惜 该要琴妈妈耳朵 我们打他 也是为了帮您出气呀 琴妈妈饶命 琴妈妈饶命呢 我饶了你们 那些客人可饶不了我 来人啊 把他们拉出去 抽上五十遍 好让大家引以为进 琴妈妈饶命 琴妈妈饶命 琴妈妈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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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贱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云有啊 你这是何苦吗 遭这么大罪 我还以为你想通了呢 这是作孽呀 姐姐 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样云有 就不用接客了 躲得了厨一 躲不过十五啊 你以为这样琴妈妈 就能放过你吗 我看你还是乖乖的 别再这么干了 免得受苦 姐姐 你不用卷云有了 云有心已决 我宁死不从 妹妹 快别这么想 哪个被卖进妓院的 不都这么想的 可后来呢 你看外面那些姑娘们 一个个活蹦乱跳的 不都开开心心的 只要过了初夜那一晚 以后就顺心了 云有 听姐姐的劝 别这么干了 姐姐 你不用劝我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好吧 姐姐也不劝你了 你好好养着吧 我明天再来看你 谢谢姐姐 怎么样 结好了吗 结好了 结好了 亏得你来得及时啊 不然呢 再好的郎中 他也无能为力呀 您就放心吧 好 谢谢啦 宝舟 送一下郎中 好 这边请 谢谢大夫啊 哎 秦妈妈 上天有好生之德 你发发慈悲 给云有条神路吧 这怎么回事啊 这老东西怎么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啊 天哪 我翠云楼什么时候成了 谁想进就能进的 啊 你们这些饭头 气死我了 宝舟 快叫人把这老东西轰出去啊 秦妈妈 你醒醒好啊 只要你高抬贵手 只要别让你有做那个 我和他给你当牛做麻豆行啊 你快起来 哪有啊 来人哪 在 你醒醒好啊 把他拖走 起来 走 你醒醒好啊 秦妈妈 等一下 你们把他关到后院柴房里 被锁起来 等候放落 是 走 你们想干什么 走 走 走 老大 不好的消息 什么情况啊 云有姑娘性格刚烈 把秦妈妈的耳朵咬了 她被翠云楼的打手 打得惨不忍睹啊 这可不是坏消息 老大 你 你不是喜欢月月姑娘吗 怎么她被打 您还高兴啊 你这没根的东西 连脑袋都没根啊 她这是故意挨着打 好拖延老保 让她接客的时间 好留出空来 琢磨逃跑的事 她这是真聪明啊 混账东西 竟想白吃白喝白玩 你想烫死我呀 蠢货 妈妈 你这是去哪里了 这般生气 宝珠 那个小金人怎么样了 你给我看紧点 赶紧给她治好了 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妈妈放心 要一直敷着呢 再有几日就好了 董老爷 饭菜已经备好了 要不要拿上来 不用拿上来 我不饿 自白 自白有消息了 我打听到了 云友被卖到翠云楼去了 你那边呢 江兄不在家 拖他的一个旧友 也帮我打听出来了 听说那个翠云楼的掌柜 叫秦妈妈 是行程有名的老伯 有钱有势 很难产 也不好对付 是啊 我刚才在翠云楼里 对面的酒馆里听人闲聊 说翠云楼新来了一位姑娘 是为绝代佳人 因为不愿接客 把老伯的耳朵给咬掉了 我猜一定是云友啊 没想到 退京会让云友 沦落到如此地步 那天在山上相遇 她是那么淡定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哪知道她是从毕府逃出来的 在山上过着风餐落宿 照不保夕的日子 我实在太笨了 怎么一点也没察觉出来 早知道是这样 你应该把她接到姜兄这里 今天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这云友也太惨了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就得出来啊 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钱赎回云友 咱们两个去找我姜嫂子借 好 走 两天两 四大呀 你看看这房子 这花瓶 这椅子 没有一件是新的 贵的 就我卖的这件新衣服 都得给你姜兄 遭遭半天 你姜兄自命清高 说话就没脉挤着 别说些两千两了 就是那两百两 我也拿不出来呀 一朵茉莉花 芬芳满枝芽 前世的牵挂开在心灵慢慢融化 烟雨笼红沙 蝴蝶无声挂 遇见你在掐那 在葱中飘飘洒洒 唯恐这种不久就归呀 那花绿花再都芳飞呀 恋恋不舍有一些挣扎 却没办法要不爱上她 那些她命中注定的花 全是寻找尘埃宿命吧 加似青龙一世水墨花 画好远远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年花 别人属于她的花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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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吻手下一朵茉莉花 啊 蝶莉花 唯恐这种不久就归呀 那花绿花再都芳飞呀 恋恋不舍有一些挣扎 却没办法不爱上她 那些她命中注定的花 全是寻找尘埃宿命吧 加似青龙一世水墨花 画好远远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年花 别人一类属于她的花 耶 耶 耶 不吻手下一朵茉莉花 每人一类属于她的花 你是她命中注定的花 全是寻找尘埃宿命吧 加似青龙一身水墨花 画好远远的表达 回过去的那似水年花 别人一类属于她的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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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她命中注定的花 转身寻找尘埃随名花 这次情动一生水墨花 画好圆圆的变化 会不会是在那似水年华 别一连属于她的爱 语言烧下一朵梨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